下小姐 你是知道我的 我不喜欢等待 我更不喜欢 魔灵两可 啊 孙准 你不是也很想知道 这个问题的答案吗 否则 你不会主动请求我 约以沫小姐一块和我过生日 什么意思 我可以帮你约下雨 我甚至可以出面 要求下雨和你结婚 只要你愿意 我能为你做一切 但是 你真的愿意用这样的方式 得到爱情吗 我想试一试 我想让她知道 也许我更适合她 没错 今天这个见面 是孙准提出来的 准确地说 是孙准请求我的 这么多年以来 她从来没开口求过我 但她为了你 在这短短的时间 她居然求了我两次 是真的吗 是 你为什么要这样求来求去呢 只要你开口 我就可以带哈哈 来见孙叔叔 一模 你还是在回避我的问题 爸 你别再说了 昨天是昨天 今天是今天 这昨天怎么了 这今天又怎么了 孙叔叔 你别生气 我可以现在就回答您的问题 我对孙准的感情 跟他对我的 是不同步的 我走 干嘛 孙准 你不是一直想要知道答案吗 爸爸能给你 你所想要的一切 我不需要了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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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俩吃 好 孙准 你放手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你不是想要我给个答案吗 没错 我昨天确实想要一个答案 因为我很不高兴 我看见你默默地跟着河岸 我看见你们在街上拥抱 我太失败了 我一直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 我曾经以为我比河岸更有资格来爱你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事情 你最后选择的还是河岸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走啊 你问过我很多次 我和河岸之间的故事 不是我不愿意说 是我也说不清楚 这里 就是天堂里来的人 故事发生地之一 这个故事 并不奇妙 并不动人 但是却足以让我感动 让我慢走 我和河岸的故事 开始并不是在游箱里 而是在他的作品里 不管他是河岸也好 还是何来去也好 我都会爱上他 也许 你会觉得我傻 你会说 这不过是一个编辑 对一个作者的欣赏而已 但是对不起 这种欣赏就是我的全部 没有了这些 任何男人对我而言 都不再真实 是 孙准 你是一个很好的人 是我很好的朋友 说一个人好 只是说这个人好到 让你完全不能爱 其实我一点都不好 我不是你想象当中 那种伟大的朋友 有一点我跟我爸特别相似 那就是付出得要有回报 这就是我为什么 对你一直有自信的原因 我帮过你 所以我相信 你一定会回报我 你不是这样的人 我就是这样的人 否则我不会 让我爸亲自出面给你压力 而且我也知道 他的压力对你一定有效 他本来就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 你当面拒绝他 他一定会很不高兴 而他不高兴 就会让所有的人都不高兴 可你还是拒绝了你爸的成全 那是因为我对你很失望 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直接拒绝我爸 你那样做的话 我反倒不会放弃 我反倒不会放手 可是你犹豫了 这不是我想要的原因 何安对爱情 是有他自己的信仰 我也是 再见 孙准 你准备我 该说的我已经说完了 从这一刻开始 孙准 丫头 要努力啊 要幸福啊 妈 我马上回来 来 坐来说 我的生日还没过完呢 对了 哈哈 我已经送回去了 你莫呢 这个生日就我一个人陪你过了 唉 走吧 去哪儿 是去百日景吗 百日景是什么地方 去了就知道了 爸 这是秀楼处 您生日在这儿过吗 还是 您有准备进军房地产界 臭小子 你真的以为你爸只会行军打仗 不会安营扎债吗 我是该制套房子了 爸 您这浪迹天涯灌了 还真要买房啊 好 董事长 按照您的吩咐 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您稍等 喂 等等 好 这件事 我还是亲自去除没办 好 您稍等一下 这房子不错吧 这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董事长什么都没跟你说呀 谢谢 薛小姐 您好 薛先生 从今以后白日景就是您的家了 这是您的门金卡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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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终于有家了 去 怎么 你还真的希望你老爸永远浪迹天涯 不 这也太突然了吧 难道你忘了吗 五年前我就跟你说过 在老爸六十岁的时候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家 今天 我终于可以兑现对你的承诺了 来 来 喜欢这个礼物吗 你要是喜欢的话 随时可以住进去 爸 您看 今天是您的生日 我没有给你准备礼物 反倒你给我准备的礼物 只要你能回来 跟我一块儿住 这就是给爸最大的生日礼物 谢谢爸 你 笑什么呀 我高兴啊 我高兴就笑呗 高兴 我知道了 因为你今天去见了你那个未来公公是吧 所以才这么高兴的吧 什么呀 还不成人 你生气了 是啊 我真生气了我 你给我装吧 妈 我们回来了 阿姨 这是真不准备走了吗 哎 河 你先进去吧 准备吃晚饭 快 妈 你这是要干吗呀 你一点面子都不给他留 我还想问你呢 你是不是跟孙准闹翻了呀 发生什么事了 人家搬走了 你说这个孙准 没点比不上河岸哪 他是医生又是博士 那人也斯文 对你也挺好的嘛 妈 你以前不是挺喜欢河岸的吗 你怎么一天一个遍啊 别为我不知道 肯定是圆满跟你说了什么 可不是嘛 要不是圆满告诉我 我还不知道呢 我问你 河岸他妈是不是不喜欢你呀 说话呀 平常不是挺能说的吗 我也看出来了 河岸喜欢你 你也喜欢她 可是人家河岸妈喜欢的是圆满 她都答应让圆满做她的儿媳妇了 因为这件事 说河岸他妈都气病了 姨沫 你说这样僵着有意思吗 你说就是有一天你跟河岸结了婚 你跟河岸的妈怎么相处啊 到时候 我总会想出办法的 你是不知道 这婆媳关系不合的人家 那说起来全是眼泪 姨沫 听妈一句话吧 让河岸走吧 我 你这孩子 你就非得看人家母子这么决裂呀 就算决裂 我也会想办法修复的 总之我不会让河岸走 如果她走我就跟她走 不然 我就把正面战场直接放他们家去 妈呀 怎么又变成战场了这是 是 勇气不是从别的地方获得的 她本来就在我们心里 如果那真是值得你守护的东西 自然而然 就会有勇气从心里升起 什么也阻拦过人 阿姨 阿姨你好 我有话想跟您谈谈 你跟我 没什么好谈的 河岸现在住在我家 你说什么 我是说 河岸现在住在我家 她喜欢我 我也喜欢她 你还知道羞耻两个字怎么写吗 赶紧让我儿子回家 我知道您不喜欢我 可是您完全不考虑河岸的感受吗 我希望您能够明白她喜欢的人是我 我也希望您能再给我个机会 多了解我一下 我也是很可爱的 我还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可爱的女人 勾引了我儿子 还敢到这儿来理直气壮的挑战 阿姨你说话用不用这么难听啊 我说话就这么难听怎么了 我还要告诉你 河岸的婚事早就定了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阿姨 河岸 现在是什么年代了 您做妈妈的也无权控制自己的孩子啊 何按她有选择自己幸福的权利吧 是吗 那就试试看 阿姨 阿姨 李莫 你就少说两句吧 沈怡 你告诉我 为什么阿姨那么讨厌我 这件事 慢慢你就会明白了 我看得出来 你跟小安的感情挺好的 那你就回去劝劝小安 让她赶紧回来 这种矛盾僵持得越久 到时候就越不容易化解 可是 何按跟他妈妈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怎么想我也想不明白 小安没跟你说过吗 没有啊 难道 难道阿姨 是何按的后妈 不是不是 这个问题慢慢你就明白了 你赶紧回去劝劝小安 你赶紧回去劝劝小安 快回去吧 回去 去吧去吧 回去吧 孙盖总 您的申请已经批准下来了 什么申请 您申请参加贫困地区的疫诊 已经批准下来了 过几天就可以出发了 好 我知道了 谢谢啊 其实我今天去见你妈妈了 什么 你说什么 她 她有没有把你怎么样 没有 我就是想问问 她为什么不喜欢我 你真是够傻的你知道吗 这样没用啊 我知道啊 所以我被赶出来了 你看吧 你说你是不是很傻 你别这么着急好吗 我妈这个 你越着急她越固执 可是我不想再等了 我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 好像这么多年 我一直都在等待一样 现在 她就在这儿 我身手抓住就好了 你妈妈掌管我们的幸福 我一定要抓住她 我何尝不是这么想 但你不知道 我妈真的没有这么简单 可是她再不简单 她也是人呢 是人就会有感情 是人就会被打动 你告诉我 你妈妈喜欢什么好不好 你说啊 我不知道啊 你怎么会不知道 你妈妈喜欢什么 总之你答应我 不要再单独接触我妈 好吧 答应我 好了好了 答应你就是了 我答应你 你不会不会 就知道 必须的 你应该也不是 能不能把你接受 就好像一样 何岸是真心相爱的 而且何岸人也不错 他人是不错啊 可有什么用啊 你说何岸他妈吧 对以沫那是一百个瞧不上 丑死人了 阿姨 您就别操心这个了 多注意自己的身体 不要着急 少生气 您的眼睛需要慢慢调养的 孙准 你什么时候来的 你回来得正好啊 这个是缓解掩压的保健操 以后你给阿姨每天做三次 一次半个小时 你来试试 你来试试 嗯 这样吗 坐在这儿 这样 是吧 我眼控 妈 舒服吗 不舒服 还是孙医生按得舒服 我去做点吃的 你们俩先聊吧 好 谢谢阿姨 这些药是新产品 我给阿姨配了三个月的粮 如果要吃完的话 你就打电话找这个张护士 她会给你配药 我为什么要找别人 我找你不就行了吗 对了 万一阿姨突然看不见过 你也一定要找这个张护士 我把病情都跟她说了 她会派专门的医生上门问诊 我问你话呢 我为什么要找别人 你呢 我要走了 去哪儿啊 去云南 三个月前 我申请了去山区医诊 马上就要动身了 怎么这么突然 我之前都没听你说过 要去很久吗 时间还不确定 可能会很久吧 怎么这个表情 你应该为我高兴才对啊 那些地方缺医少药的 连做一个简单的白内障手术 他们可能都负担不起 我作为医生 应该去到哪里 我知道 你是个好人 好医生 经过这次风波 墨语老师新书的销量非常可观 我想这都是大家的过法 这次阅读风波得以顺利度过 我想大家应该要感谢一个人 那就是夏宜墨编辑 夏宜墨编辑 直到离开阅读的最后一分钟 还在努力地挽回损失 他现在不再阅读了 而我们这些留下来的人 应该要更加努力 等待夏宜墨回来的那天 你墨语真的会回来吗 一定会的 太好了 好了 那今天会议就开到这儿 散会 好 好 若男 日纳 你们留下来一下 首次制作墨语老师新书的时候 你们两个人 应该是负责封面设计和下场的 对吗 对啊 那我想请你们好好回忆一下 这过程当中 有没有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情 主编 难道你怀疑有人搞破坏吗 我是想以后杜绝此类的情况发生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了解一下 以墨姐很细心 下场那天 几乎每个部门 都安排了两个编辑打官 对 取胶片和送胶片 都是我跟邱仁丹一起监督的 我们还一起去了印刷厂 然后拿回来让以墨签发 应该不会有任何闪失才对啊 你们再好好想想 你们这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可能有一些输漏的地方 这事我也觉得很奇怪 这两天我一直在思索 可是好像真的想不到 有什么疏漏的地方 好 我知道了 你们先去忙吧 好 主编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不过可能是我想多了 什么事 可能只有一个地方有疏忽 就是以墨姐在胶片室交对 但是突然肚子痛就唱出错去了 可是前后也就两分钟了 如果有人搞破坏的话 可能就那个时候有机会 不要慌 那天 那天 李墨姐在教堆室教队 突然肚子痛就去了厕所 是我在看守的 可中途我接了个电话 大概也就离开了两分钟 如果真有人搞破坏的话 可能就又是问题 不要慌 机缘吧 你一定要证定 有人在吗 阿姨 我是夏以沫 我来看您了 阿姨 大姐 要不然把门开开吧 好歹打发她几句 让她回去 阿姨 您在家对吗 阿姨 对不起 昨天我对您出言不逊 您原谅我好不好 阿姨 您看 我今天给您带了 花和汤过来 跟您道歉 您拦开门 让我进去吧 阿姨 您是不是还在生气啊 大姐 我去把她轰走 正好我也要去店里上班了啊 我去了 你莫 沈一 你在家哪啊 阿姨在里面吗 我能进去看看她吗 你看我还带了花和汤 进去吧 不过别太任性太毛糟 别上上司似的 我呀要去店里呢 知道了 沈一 给我勇气 加油 好 加油 来 再见 你都看着我吧 好 没什么 怎么这么多落叶啊 居然都没有人打扫吗 谁让你动我的花园 我就喜欢这花园里的落叶 阿姨 你跟我走 我不走 你不说我为什么错我不走 我讨厌你 我讨厌你这张脸 你凭什么动我的花园 我只是想让您生活得快乐一点啊 你凭什么说我过得不快乐 你给我滚 你再不滚 我就叫宝卫 阿姨 你滚 你滚 阿姨 我还会再来的 我一定要让您的花园开买鲜花 这个摄像头大概是从这个位置拍到这个位置 基本能进这个房间的都可以拍下来 近期的录像都在这里面 然后我把内存卡给你 都在这里面 好 谢谢 不客气 圆满你怎么还没回家 我 最近编辑部的事情很多 我动作又慢 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完 反正我也不着急回家 我就留下来加班了 我看你脸色好像很不好 还是回去休息吧 何老师 你们在干什么呀 为什么在讨论摄像头 好 我觉得这个监控 可能拍下是发当天的一些情况 所以我想查看一下 我能看看吗 这个 我也想知道 因为我觉得尹默不可能犯那样的错误 我怎么想都想不明白 如果 你要是觉得不方便的话 那就算了 没关系 好 一起看吧 是这天吗 就是这天的 怎么是空的 这个摄像头好像是坏的 坏的 好 乙默 这怎么狼吞虎咽的 刚从饿牢里放出来的一样 你慢点吃啊 谢谢姐 二姐 嗯 我觉得你来到我们家以后 越来越堕落了 吃相比我爸还土 说话呢 你爸怎么土了 别老说乙默 我觉得乙默挺好的 乙默别脸蛋吃 吃 吃 倒会儿汤 好 妈 您做的菜 最好吃 那你也慢点吃啊 这不多着呢妈 别噎着 我今天就是饿了 特别饿 您不知道 我今天干了一天的 我今天走了一天的路 好累啊 好饿 可不是吗 你说 你以前 坐惯车了 现在没车了 就容易累啊 要不 买辆自行车吧 妈 我怎么听这个话 怎么这么惨啊 哎呀 你别瞧不起自行车 那两个轮子 总比两条腿强吧 姐夫 我也骑自行车 不挺好的吗 是啊 真是的 这孩子 来 多吃点啊 多吃 吃饭呢 没吃饭了吧 坐下来吃饭 快吃 我 我 我 姨沫 嗯 别搬了 何安 真对不起 今天没准备你的份 自己想办法吧 妈 何安刚下班 他们 没事 来来来 坐下 其实我刚刚在外面 已经吃了一点了 你们慢慢吃 何安 何安 好香啊 这样也蛮好的啊 以后啊 就让你每天尝一尝我当初在院子里吃泡面的感觉 我没有说不好是挺好的 大晚上坐在这个小院里 晚风拂面的 然后整个院子都飘着方便面的吧 以后我再给你留点好菜在里面 哪能天天吃这么好啊 早午餐都吃这么好 晚餐简单点挺好的 再说了阿姨其实也不是恶意 她只是心头气没消而已 没关系啊 其实 你妈妈也是挺好的一个人 你不会又去见我妈了吧 没有啊 其实 越是表面可怕的人 内心越是敏感脆弱 否则她没必要戴那样的面具 来武装自己啊 因为 她太害怕失去很多东西了 所以 干脆就让她欢舞着 就好像那个小花园一样 什么花园 我是说 我是说 我们家附近的那个小花园 因为她太长时间都长不出花来了 就用水泥给她封了 是吗 那个花园在什么地方 我 我是一种比喻 我就是心灵的花园 总之 你以后多去看看阿姨 像阿姨那样的人 更需要你花时间去陪她 去关爱她 我说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呢 突然之间变得这么深沉 你想知道原因吗 什么原因啊 因为 我太长时间没有吃到 方便面的原因了 所以 你也要 真爱生命 远离泡面 是吗 还吃啊 太好吃了 你有没有来一个 你会有这个 讨厌 还是这样好吧 还是关上吧 大姐不喜欢阳光 沈怡 沈怡 这个家呀 就得有个家的样子嘛 不然装窗户干嘛 直接住个小房盒子里得了 大姐这些年都习惯了 沈怡 这不好的习惯 咱们就得改是不是 总之啊 有我在这里 这个屋子里呀 就必须充满阳光 亮亮汤汤的 这样看着不舒服 不好吗 我觉得挺好 那好 就行 那我干活去啦 好 大姐 你别说 这个院子这么一收拾 还真挺好的嘛 我看 你是见到她分卖得高兴吧 对人家好点吧 怎么说也是一片诚意嘛 说不定这个夏小姐 也是你爱的裴杨敏呢 阿姨 以后跟她说 不许动我的窗里 我看见长老 我不怕不怕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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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怕不怕不怕啦 麻痹只是 勇干的表现 我不怕不怕啦 我不怕不怕啦 我不怕不怕不怕啦 我不怕啦 妈呀黑 妈呀虎 妈呀哈 妈呀哈哈 你到底想怎么着 我想怎么着 我还想问你想怎么着呢 我怎么着都不怎么着 你不想怎么着 我会那个怎么着吗 因为我怎么着 所以你才怎么着 要不是因为你怎么着了 我毕约可能跟你怎么着吗 你怎么着你也不能 乱了乱了 我跟你讲啊 我们俩就是同事关系 要不我帮你回忆回忆 春节前年会那天 你喝多了 我看你可怜 夏总在那么多人的面前 又数落了你 我是不是提前把你带出去的 对啊 我开车送你回家 你在我车上哭得稀里哗啦的 说心情不好 不想回家 是不是你 我哭了吗 好好好 我哭了 我能不能哭啊 我有眼泪我可以哭吧 没办法 我只能把你带回我家 可是你进了我家门之后 你都做了什么了 吐了呗 夏湘如 你真没肿 谈话既然是这样的话 也没有必要谈了 我直接去找夏总 请吧 姐啊 毕大姐啊 我喝多了 我身体的 她不是我意识控制啊 好 那天我就当你是喝多了 我也不会跟你计较 可是后来呢 咱们去香港 你又跑到了我的房间 那次也喝多了吗 那次 是我心里过意不去嘛 是吧 再说了 那是香港啊 花花世界 风花雪月 有什么事那是好事 假如说 以前我做了什么 打扰了你的平静 我对不起 深深地对不起 好不好 我想你会慢慢想通的 我先回去了啊 夏湘如 你要是敢走出我办公室 半步的话 我让你后悔一辈子 今天 你给个痛快话 你怎么样才能原谅我 今天 你必须给我们两个的关系 一个结论 哪有结论啊 我都说了一万次了 我们俩就是同事关系 别的事 什么他都不可能啊 怎么就不可能了呢 你比我大了整整 十一岁啊 有可能吗 我可没有比你大十一岁 我只比你大了十岁 零八个月十三天而已 而已啊 我跟你说实话啊 我现在想起来 我们俩那段时光 我感觉特别美好 千万别比你搞砸了 好 就当是我们最后一次谈话吧 就当做是告别 对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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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还有她爸呢 上洗手间了 没事 我可以等会 我挺想见一下这位仁兄的 孩子他爸没上洗手间 在这儿 还真来了 哪儿呢 不会是后门的老藤吧 你现在评了越来越独特了 在这儿 等会儿 我可是很脆弱的啊 你的意思是 孩子他爸 就坐在离你很近的地方 你就是孩子他爸 我 不是吧 你确定 不然呢 你确定 在你身边没有另外一个风流体烫 高大威猛的男朋友 夏湘如 你想抵赖 最多不过几个月 我把孩子生下来 就真相大白了 到时候 你想去哪家医院做亲子鉴定 随便你选 谁是我孩子的爸 我还不清楚吗 你就别垂死挣扎了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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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样呢 我 我们俩一共开几次 你这什么体制啊 这不要人命吗 这就要了你的命了 我跟你说实话 我先都想去死 别 我可不想 等我宝宝一出生的时候 就没了爸爸 今天叫你来 就是想告诉你 让你做好当父亲的准备 姑奶奶 我都叫你姑奶奶了 我求求你 这事千万不能让我爸知道 我爸知道会打死我 你也知道 我爸刚老话 万一你爸高兴抱孙子呢 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 他再高兴也不是你这个孙子 我有事 我先走了啊 对 忘了告诉你 我现在已经有女朋友了 你知道我相信哪一点吗 离我远一点 有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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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孩子他爸 大功告成了 终于可以吃饭了 没关系 我自己带了中午饭 我做命吧 阿姨 你要不要 尝尝我的手艺啊 阿姨 您不要老去不理我嘛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但是 我们就不能从普通朋友做起吗 那是朋友呢 就得交心 不管您过去发生过什么 但是凭我多年做编辑的直觉 我知道您以前一定发生过什么 不愉快的事 那 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 最重要的是现在 其实 我也有过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不如这样吧 我说一个 我自己觉得特别不开心的事 您再说一个 您觉得不开心的事 我们交换新事 这样说出来 心里就轻松了 我们还能互相了解对方 一过密水 一过密水 我还是会想到你 那些不开心的事 我会想到你 这些不开心的事 我会想到你 快点亮 我会想到你 你还想到你 你还想到你